在介绍纤维肌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是很特别的 是蔓延性的动痛,当然现在要讲一下如何去治疗 因为在治疗方面,以往都是用止痛的药,但效果不理想 加上病患者多数都有焦虑、忧屈症,所以医生将这个症 视为一个精神病患的症状去治疗 是用很多这些精神上的控制情绪的药 依据痛的程度来分为四等级,A、B、C、D是四级,A是最高级 如果是去到最高级的确性,是要用这个忧屈药 而如果不是药物方面,多数都是B级 就是那些叫Heated Pulmotherapy,热肉疗法 就是要你浸好热的那些水池 有教练教,一路浸一路做这样的伸展运动 让你的肌肉关节是松一点的 其他有物理治疗,精神上的治疗和放松的疗法 视乎你的强度是否需要些什么 如果你真的很痛的时候,有些是局部注射在痛点上 我就打得太多这些针,可以一次过打到13针 它是局部注射,等你只是痛的 这些不是长久性,也不是常常用这些疗法 不过你痛得太紧要的时候 暂时胜利都会希望止下痛就要用这些打针的方法 其实除了刚才提及的方法 还有在家里面很多物品可以帮你减轻一下 好像我们日常家用的姜、蒜、姜黄、苹果醋 这些全部都有帮助的 先讲讲姜,这个在家里最简单一定有的 因为它可以帮你减轻千维肌痛的痛症 和可以消炎 所以你多吃些姜,或者喝姜茶 一日喝一至两次,就可以在这方面有点帮助了 第二,蒜头,我也介绍过给大家很多有关蒜头的资料 你可以自己做些蒜头来吃一下 或者你日常送菜方面加多些蒜头去煮的 这个是可以改善你免疫系统和舒缓等等 和发炎的 第三,就是苹果醋 我也介绍过给大家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疗法之一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平衡身体里面的酸碱度 减轻氧化的压力 改善你血液循环 所以用它是可以缓解这个 纤维肌痛引起的症状 好像你很累啊,头痛啊,关节炎啊,肿胀啊 和各种炎症都有帮助 用法很简单 一至两汤匙的苹果醋加一茶匙的蜂蜜 倒入杯水里搅拌均它,这样就可以了 严重可以喝到一日至两次都可以 第四呢,就是姜黄了 我已经介绍了很多蝙蝠有关姜黄的了 因为它是有抗炎这个特性的 可以帮助你减轻这个肌肉的冻痛 肿胀和发炎 所以呢,提供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 不妨你每日喝些姜黄奶吧 第五呢,就是Omega3的脂肪酸 这是一个天然药物 可以缓解冻痛和发炎 还可以抑制关节冻痛和僵硬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治疗这方面的冻痛了 常常我们可以吃多些这方面的食物 例如雪鱼肝 阿麻子油 核桃 鱼子 或者油性的鱼类 海鲜是增加这方面的脂肪酸的含量的 第六呢,就是 蛇盐 我已经介绍过的 用它来洗澡,效果很好 现在呢,因为它的成分有硫酸味 可以帮助减轻你的冻痛 放松你的身体 所以呢,有空就可以浸浸浴 这个浴浴 它用的是两杯 它要强热 我介绍以往是一杯浴盐 一杯小梳打,是去除輻射 它现在呢,帮你去除冻痛 和放松身体呢 就要用两杯浴盐 加在水中,温水 浸它20分钟 令到你的身体慢慢吸收尾 这个方法呢,每个星期要做到三次 才可以有效的 第七呢,就是这个 放松的技巧 这方面包括很多 外面的瑜伽啊,冥想啊 太极都可以的 另外呢,我有一个放松的练习 在我和大家分享 新心灵,叫大家放松情绪的时候呢 我就教这个练习的了 那之后我会很详细 逐一逐一 你讲解如何去做 令到大家可以全面放松你的情绪 和你的肌肉的 那这些都是可以放松的技巧 令到你的肌肉放松 而可以减轻你的动痛了 同时呢,它还可以减轻 其他相关的症状 和你疲劳啊 失眠啊,焦虑啊,憂鬱的情绪 都可以有提升的 那建议就每天 用20至40分钟做一下瑜伽 或者参加太极啊 在家里打一下太极啊 每天去联集一下啊 或者呢,是做20至30分钟的冥想 这方面都可以令到你过后的肌肉松弛很多的 第八呢,就是练习 这个练习是包括我们做运动了 运动其实就是很简单 很有效 治疗纤维肌痛的其中一个方法来的 因为你可以放松身体 和你的肌肉 当然你不是用过量的很高难度的运动 这个恢复身体的神经化学平衡的可以 减香纤维肌痛的症状的 那你每个星期用三天做一下练习 每次做20分钟 你的练习可以是 步行啊,坐在那做那些伸展运动啊 或者体力的运动 一些油人性的运动 平衡运动 和水中的有氧运动 游下水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一个运动运动来的 第九呢,就是要求医师帮你去針灸了 是我们中国一个治疗的古方 针灸是很好,可以舒缓动痛 治疗各种疾病的 针灸可以帮助恢复重要的能量水平 改善大脑和脊椎里面的神经传递的水平 所以在这方面能够控制你的动痛 有很好的帮助 同时如果你进行针灸的时候 最可以做瑜伽、冥想这些练习 那你的效果更加显著 第十呢,就是去按摩 这是最简单的治疗方法 你可以找人去帮你按摩 不过最紧要找些真的有经验的 持牌的按摩师 不要适当找些人 他不懂就跟你按得通 你反为懂得其反的 因为按摩可以帮助你放松你的身体和肌肉 舒缓你的焦虑和压力 而且可以刺激身体里面的天然止痛药的生产 这个就是endofin 这个耐啡胎是有止痛作用 它的效果比摩啡是好50倍 但是完全无副作用的 所以按摩 如果找到好的按摩师 提议大家不妨试试的 第十一点就是提议你多吃点辣椒 这个辣椒是有辣椒素 一种天然药物来的 可以舒缓动痛 改善你的血液循环 你可以医生的建议 问一下他你如何服用最好 或者你用一些胶囊 或者辣椒的取物 或者你食用之中加多些辣椒去煮菜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腸胃问题 这个吃多些是可以帮你舒缓这方面的痛 第十二点就是做深呼吸 深呼吸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你做的时候 当你吸的时候 你的肩膀不能跟着你吸气向上移动 要平的 但是当你呼气出来的时候 你的肩膀应该尽量放松下水 这样才能得到效果 如果你的肩膀很紧由上上落落 这样就不行了 是要放松自然下水 当你呼气 吸气千万不要跟着 因为吸气向上移动 第十三点是热敷 这个我差不多一天都做的 热敷是最简单最方便 你开着电热的热敷 或者用一些放松微波炉 一按了它就会热那些 啫喱型的 也就是啫喱型的 那你很方便 攜帶到哪里 都可以帮你在当时 放松你绷紧的肌肉 不过这个只是暂时性 不是长久性 因为你敷得太久 是不行的 你要敷一会儿就停一停了 最后提议大家 你不妨试用浆露 或者一些风湿关节油 什么都好 总之你痛得齊的时候 就把它塗在那些地方 最好塗了之后 再用一点热敷 那就更加止痛一点 效果快很多 如果你是关节油那些 因为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 而且是令到你的僵硬 程度可以减轻 所以在这方面有个帮助 这个病是不会治好 不断得到尾 你只能够接受它 在生活上 和情绪上 尽量去适应它 慢慢去放松你自己的心情 和肌肉 是得以改善 是不断得尾 的 好 很好 很快 ELA